不知道說 台中為什麼這麼多Wi-Fi熱點 其實你們可以找一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到底如果我去台中的話 哪個區域的Wi-Fi熱點最多 有沒有 然後哪一個Wi-Fi 哪一條路上面 像我們之前那個練習 哪一條路 或者甚至如果可以畫個地圖給我看 有沒有 像其實我在雲端百板上面 有利用那個 不是Google的地圖 是Excel裡面內建的3D地圖 其實就可以畫出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有沒有 有點像一個熱力 哪個地方比較多 它就會用顏色來表示 所以如果你假設是在那個Wi-Fi最密集的地方 那其實基本上 你沒有吃到飽也沒關係啦 所以假設你不想要去申辦那個吃到飽方案的話 其實Wi-Fi我覺得也是一個解決方案 至少你有個Wi-Fi到哪裡其實也方便 你不見得一定要花那個吃到飽的這個費用 如果你想要省下來的話 那當然呢 你就可以利用Wi-Fi去做一些事情 或是你用筆電的話 你到哪裡找個Wi-Fi 你也不用一定要接自己的手機的那個訊號 那當然就可以再延伸 這個微軟裡面有那個地圖可以用 那至於說怎麼統計啦 這個衍生性 我想你們可以自己再試試看喔 那這裡的話呢 最後其實喔 這個把今天的作業大概就做到這邊就OK 後續如果你要再多增加的話啦 OK 如果你多增加 當然就多加分啦 然後呢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到底台中市的哪一區 Wi-Fi最多 那怎麼知道 很簡單喔 記得喔 這邊有一個機關喔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 我們這個的樞紐分析表對不對 那這個表格喔 它其實不是說 沒有辦法再做 你可以在這個表格的右邊喔 A欄跟B欄 B欄的這個台中市的這個數字上 你只要快點兩下 你快點兩下會得到什麼 點兩下喔 你會發現喔 它會自動幫你把 2010的這個數字裡面的所有資料 通通都把它帶到前面的工作表 也就是說呢 你如果要把2010的這個 有沒有 台中市的所有的Wi-Fi熱點 通通找出來的話 點兩下 馬上就幫你把它跳出來 放在這裡了 OK 所以如果你說 老師要統計的話 那怎麼統計 很簡單嘛 你就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再去統計 你會發現它這個地區裡面 其實就只有什麼 就只有台中市的部分而已啦 其他縣市有沒有 其他縣市就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統計的話 目前就可以針對什麼 台中市來分析 但是我是建議喔 因為它點兩下跳出來是表格啦 我建議你還是不要用表格 因為表格實在是很多問題 點兩下有沒有 我是建議一樣喔 把它轉換回範圍 你說為什麼要轉換回範圍 不轉換回範圍 有什麼問題 主要就是說你地址裡面如果要抓什麼 抓這幾個字好了 比如說北區好了有沒有 這幾個字好了 比如說這個應該前面多郵遞區好了 然後台中應該第六 第七個字取兩個字好了 你之前會用到 插入函數用什麼 用那個文字裡面的MID嘛 那理論上如果你用表格的話 你會發現 會有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Texter你點選這個地址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小老鼠符號 加上地址 也就是說它會把它當一籃 籃位名稱 OK 這就很麻煩了 變成你的公式 你要去下這個公式就會有點麻煩 當然其實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你一看 兩個字 你會發現公式一樣可以跑 只是說它顯示出來的狀態就跟之前不太一樣 就馬上就發生不能適應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想要用表格的方式來打公式的話 很簡單 記得點兩下之後 多按一個轉換為範圍 如果你轉換為範圍 這個問題就不會發 像剛剛我們插入什麼MID函數 有沒有 會有問題嘛 這個時候你點一下地址 有沒有發現它就會用之前一樣的方式來打公式 所以這個也滿常同學問到 因為同學看到 老師為什麼就不一樣 原因在哪裡 很簡單 記得就是因為什麼 你這個點兩下之後 多按一個按鈕 轉換為範圍 OK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也是詢問度非常高的一個問題 所以順便講一下 轉換為範圍之後 那問題就解決了 OK 大家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再統計什麼 台中是到底哪一區的Wi-Fi最多 OK 還有呢 到底台中是哪一條路上 有沒有 路街道 有沒有 的Wi-Fi最多 我猜應該是車站附近吧 不過不知道啦 反正你可以先猜猜看 是不是車站附近 還是著名的觀光景點 我覺得它為什麼會設I-Taiwan 我在想應該是給觀光客用的吧 所以它的設立的標準是不是說 只要是觀光客最多的地方 它就設最多 所以我在想會不會那個 什麼公園眼科那附近有沒有 會不會那個Wi-Fi熱點最多 可能性滿高的 但是我不知道 你們自己可以再去 針對這個資料去做分析啦 其實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把本來你不知道的問題的答案給找出來 而且這個答案是真實的 不是用猜的 也不是從報紙啦 雜誌裡面得到的 而是你真真切切 就是你找出來 你就是第一手啊 OK 這個是原始資料喔 這個我覺得騙不了人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 不是要相信嘛 不要那麼容易相信新聞媒體 餵給你的東西 因為很多其實不見得是正確的 也有很多立場在背後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比較客觀 就是你自己要去做一個簡單的統計分析 你就知道有些媒體是在騙人的 OK 所以這很簡單嘛 那大家前提就是你要做統計分析的動作 最簡單的其實就是用Excel的樞紐分析表 OK 剩下的時間的話就給各位 把今天的作業完成 我剛剛已經在Moodle上建了一個 今天的作業區 你們做完之後再把它上傳 有問題的話可以隨時提出 還有啦 在後半段下半場難度變高了 這個是必然的 所以請你們可能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要不就是你可能回去多練習 要不然就是自己再看一下影片吧 我每次上課會錄下來 或者是你可以把前幾期的影片看一下 因為每次錄的重點都不一樣 OK 剩下的時間就給各位把這個作業完成 看見的話 我們請問好 未會在我的 Bruno公众 回家 embodied